你好 大家好 我們在看的是《創世日誌》 坐在身邊的美女 前個星期見過 不過這次穿了一件小數民族衣服 她是Candy高雄 Candy,你好 你好 Candy,上個星期 你說到你受呼召,讀了神學 但為什麼會變成一個少數民族的婦女 不如我們從上個星期 你說到你如何讀神學後的經歷 我讀完神學後 在香港也默會了五年 到2002年的時候 醫生說我癌症的機會很大 當時我會覺得生命很短暫 又很脆弱,不如隔出去吧 因為與其死在冷氣房 我不如死在山區 但當時發生了什麼事情 為什麼會說你癌症的機會很大 因為我一向都有苦科問題 對,是卵巢多浪,引起子宮便宜 當時醫生告訴我 他判了我的死刑 就說你應該開始進入癌症的階段 階段,對 但還未是癌症的? 還未知道,就開始吃藥 但吃藥也不好 後來2002年的時候 我跟曼國兒童報道團 加入中國大陸做培訓的工作 當時訓練一些更年輕人 我問他們從哪裡來 他們說是山區來 我覺得已經很特別了 如果我一個人去山區教書 我教了100個小朋友已經很好了 如果我訓練10個 他們可以一人帶50個小朋友 就比我更多 所以我就開始轉變我的方向 但你有家庭負擔嗎 我沒有結婚 我轉變了自己的方向 我寫了培訓資料 如是這般,我用了兩年半 我從中國大陸跑了三百多萬里路 內蒙古、雲南四川 我全部都去了 即是你不斷在不同的城市 訓練不同的人、青年人 不僅是城市,我都去山區 你是屬於一個機構 而派你去不同的地方 還是你不屬於任何機構 我加入了一個韓國差會 叫做《十億之友》 在那段時間 我用了兩年半去跑山區 所以現在我在中國大陸的學生 住一學的老師已經超過一千日 而後來到了2006年 我開始身體病變 我已經不能走 後來我在廣州設置了一個培訓中心 但是侍奉對象是否很不同 是的,我開始轉變 是想服侍山區的少數民族 是 但是你之前要服侍一些青年 一些不同的民族青年 但是你去了廣州之後 反而你的對象就是一些少數民族 對,純粹是少數民族的年輕人 那他們是自己去廣州找你嗎 我是透過… 因為我跑了兩年多的山區 我認識一些領袖 就叫他們送一些學生下來 對於他們來說,他們是否困難 不困難,因為我包食、包住 包穿木羊 是你包他們 對 全部都是我給的 但經費又如何來 經費… 最初我透過一位醫生奉獻了三萬元 我就這樣起家 慢慢有些弟兄姊妹 認知了我的服侍 慢慢奉獻給我們 但是第一年也很困難 第一年,我們十個人 一天的生活費是二十元人民幣 後來我就覺得太辛苦了 我就由廣州搬回去深圳 於是這搬四年 四年我就養了二十多個學生 那在廣州和深圳的日子有甚麼不同 為甚麼廣州的時候 覺得辛苦搬到深圳 因為在香港去 廣州要三個小時 內匯要六個小時 但我在深圳 在我家出發 就一個半小時就到了 足足節省了幾個小時 所以我就搬過來 還有我有一個學弟在華僑城服侍 他就叫我去訓練那些主要學老師 我的學生也有一個平台 他們學完之後可以在教會實習 對,你不斷地服侍 但你身體一直有病變 有惡化 你有否質疑過 神,為何我為你工作 而我身體一直衰弱呢 也會,但神讓我一次又一次看到 其實病不是一個問題 因為我2008年做了手術後 醫生告訴我 那些細胞全都死了 如何是細胞全都死了 好的細胞全都死了 他也沒有說清楚 沒說清楚 只是說把卵巢和子宮切除後 然後就不需要面對那些分泌 所以現在沒有了血傾 就沒事了 那就是說那個病已經完全根治了 對,半年之後不需要復診 到現在都沒事 是,那你就一直在深圳做服侍了 對,四年 四年之後,我就去山區再服侍他們 我就開始轉型 轉型服侍那些教目同工 所以現在我一年 一個月的密集課程 一個月六個課程 訓練他們 他們學完之後就去服侍 服侍之後 他們覺得呼乾再回來服侍 學完再回他們的山區 如是這般 我們讀神學需要很多不同的導師 很多不同的科目 去讀很多年 但你現在的因子走到山區 訓練一些不僅門徒那麼簡單 是訓練很多導師 你覺得自己夠不夠能力去做這件事嗎 當然不夠 所以我需要平台 所以不僅是我自己教的 我也會邀約一些老師 一起跟我合作 所以每一年我也很感恩 也有四、五個教目同工 他們願意上去教 困難在哪裡呢 困難就是… 如果是全時間的話 就要24小時看管他們 有時會是一個困獸斗 但現在教目同工的話 我一個月的工作 只面對他們一個月 當然他們也有很多心理需要輔導 因為山區的年輕人的思維不同 城市人 城市人 他們會比較慢 你的忍耐力要加倍給他們 而且要很關心他們 為何會特別需要關心呢 因為他們自信心不足 而且他們有時言語上 也不太行 所以我也感恩 因為我本身懂得雲南話 昆明話、昆明話 所以跟雲南四川、貴州來的 小熟民族 其實我們的話也通通 就會比較親和力 所以當訓練完之後 他們都會把我當媽媽 經常都叫我老媽或老乾媽 我知道中國有很多不同的語言 就算一個山區也可能有不同的 雖然你需要雲南話 但是是否所有你都可以溝通到 基本上我們是用普通話的 我的普通話也不錯 因為我在雲南出生 所以我懂得說昆明話 我懂得說客家話 廣東話、普通話和英文都可以 我去過貴州山區的地方 我親身經歷過最難受的 就是飲食和廁所 你有面對這方面的問題嗎 會的 我喜歡吃辣 所以我對他們的食物 我不抗拒 廁所 有時我會叫學生替我看著 我叫他們讓人進去 但那些環境就沒辦法 有時我會戴口罩 但在學生和一些少數民族中 我會盡量不做這件事 跟他們比較有親和力 如果你戴口罩 或做一些比較特別的行動 他們會感覺不舒服 我知道你…剛才我問過 有些人真的有感動 奉獻你的事工 但除了這個感動之外 你如何維持自己的生活 維持這個事工的發展 我最初是做刺繡 我教學生做刺繡 把刺繡賣出去 有否有人質疑過 為何你的全導人 跑去做生意 也會的 因為人家也會覺得 你做少數民族的工作 為何會去做職場 但我會看到 其實現在我在南寧 做一些服侍的工作 南寧以前是很窮鄉僻養的 但現在它已經成為一個大都會 如果我們都是用過往的模式 其實我們的經濟 真的會有很多問題 但現在政府在南寧 也有很多優惠政策 至今就算我們不需要開店 在家裡也可以成為一個辦公室 所以我覺得在那邊是一個好的時機 而且我在南寧面對12個民族 這12個民族的和場是很大的 如果要接觸他們 他們很多都是在做生意 如果可以透過生意 跟他們有交往的話 這也是全福音的一個管道 是 神也教導我們 我們也要善用金錢 用在他們的事工上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祝福 你覺得現在你自己最缺乏的是甚麼 也是最需要幫助的 我覺得最大的想大家去幫助的就是 多點去關心這些小數民族 因為他們都是需要生活 可以生活到 是的 很多時候我們傳福音 用身體力行 比你說的很多話更加有意義 有感染力 我們幫助到一些有需要的人的生活 其實我們真的可以成為神的見證人 好,你一直在說你的侍奉、你的工作 但你的生命 你覺得自己是否豐足或滿足 我覺得很豐足 因為我現在越做小數民族的工作 我覺得我越愛他們 因為我真的把他們當作我自己的子女 所以他們有甚麼需要 我都可以幫助他們 我覺得很滿足 而且我會覺得當我出去做宣教的時候 我才會…我才會發覺 其實生命真的需要影響生命 而且我真的很後悔我太遲去宣教 如果我可以早十年 我可能可以做到很多事 但因為一直都是有一種… 跟神有點抗拒 抗拒 所以一直都不肯出去做宣教 其實一早就知道上帝呼召我是做宣教的工作 經常都說不好,不要找到別人 對 現在我覺得我唯有在服侍他們當中 我運動自己的樂趣 你覺得你如果早十年可以做多一點 我覺得可以關心更多他們的教育 特別是女孩子 因為我覺得山區的女孩子是很可憐的 他們不僅沒有這個機會 而且我也發覺 我學生裡面有很多小朋友 即是那些女孩子 他們十幾歲就已經被人強姦 面對一些很困難的日子 但他們有很好的天分 就是他們的音樂天分是很高的 我有很多個學生 他們在音樂上的躁藝是很高的 我覺得你現在的工作真的很有意義 不僅像我們外面的人看起來 你好像奉獻了很多你自己的時間 來時奉 但現在其實聽你這麼說 其實你也同時受到祝福 你在他們的身上也影響了你很大 是的 是的 謝謝你這兩個星期上來 和我們分享了很多 最後送一首歌給大家 這首歌叫做《賣火柴的門徒》 希望我們每個人都像畫一根火柴出來 這份葉一點的光 可能好像很細微 但如果每個人都這樣做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照亮這個世界 祝福你 也祝福你 下個星期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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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大雪與猩猩歌 窮途裡無對望 他眼中一秒光 抵上火 才是能同路故身後 寒雪夜裡得到一時全光 人往後裡太感激故身後 兩條記照兩人八雪 連累穩 溫徒在街中得到他之一 可及的水不多 就以火柴傳播 人群內找到需要的一個 從世界各國裡 聽到一聲嘆聲 嘆想安眠沒有錯 從老祭各樂裡 變出一聲虧 大屋暖房記恨往 放下了 放下了 簡單願望 還是照現面對大雪與猩猩說 窮途裡無對望 他眼中一秒光 老用家 圓上有閒著的空房 寒雪夜裡 得到一時全光 誰會問到 流湧他的驚火 兩條記照兩人不算 連累穩 門徒在街中得到他之一 誰也有 可分行的處 過 誰會列到 刺客這莫可多 兩年紀照兩人 不算 連累穩 門徒在街中得到他之一 可吸的水不多 就以火柴傳播 人魂內找到需要的一個 見證會有負荷 嚴謝火柴安 行動若改寫他結果 變金煎喜愛當一個 演唱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朦胧的流氓 珍惜当初近的笑话 由你心跟我平静的相处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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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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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